好,來到第六場 四班千二米 3T的次關 這場賽事 其實美麗掌聲是擂台等的 上次15元贏龍鳳情場半 但我想和大家看看上一場最後的片段 最初沒有東西看 現在這個位置最有300米 看看雷神的幅度和龍鳳情場 現在大家拉開一個多兩個碼位 龍鳳情場有點外閃 給你們掌聲,大家有在右邊 問一條問題 如果這場的磅位 大家差一點 究竟這隻龍鳳情場可不可以反鮮 像這隻美麗掌聲 你這樣看慢鏡 這些馬似要加程 這些馬似乎乎乎乎乎乎 像第一場 第二場也算是慢腳 這場是要加程 就是這樣攔法 我們再看一次 最好看就是慢鏡 看慢鏡 這個位置開始看了 攔一步 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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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雷電寶上次失望了一輪 試了幾個集 高耀智星上一次 田桃安跑 沿途在二碟望空 遇到後面的偉小寶 傳奇 外面那些 不要說了 那些衰馬 前面 你看到高耀智星 跟著那隻太陽戰士 應該是 類似那件菜衣 那 沿途二碟來講 他真的算衝到大眾歡呼傳奇 四隻脈都拋了 後面 你們看看這組的賽事水準 613這場 君子精神 大君佛 太陽戰馬 這些 太陽戰馬 對 看看太陽戰馬這場 不是抵王者騎兵 看看太陽戰馬 太陽戰馬 跑完那場田草千四 在谷草那裡輸不極喪 放頭也差 但是問題是 那些軍子精神那些全部都上了名 就是前列那些 那 今場 盜美爾 怎麼跑我不知道 最好留後 再 等前面那些馬 走 但是這場馬有很多新馬 大家要小心點 會卡住 擋住 有時新馬賽有很多意外 那些馬要生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Vin居耀智聲是抵薄的 抵薄的 抵薄的魅力掌聲 因為我看魅力掌聲要增情 所以 看看賽果是怎樣 抵薄一點 居耀智聲 腳就拖回1號